有这样一家名为Pan Daily的英文媒体 将熊猫元素融入名字与logo 在海外拥有大量读者 不过Pan Daily并非熊猫日报 而是一家致力于让世界更了解 中国科技与商业的媒体 近日 科技媒体Pan Daily创始人周恒星 在北京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分享他创办Pan Daily的故事 以及如何更好向海外推荐中国创新的思考 Pan Daily就是一家面向海外 介绍中国科技跟商业的一家英文媒体 我们是17年成立的 我们的受众主要是一些 海外想了解中国的一些外国人 主要是一些科技从业者 比如说一些创业者 我们就想报到主题是中国 然后又不想太严肃 然后觉得熊猫是一个很可爱的形象 熊猫在全世界很多粉丝 所以我就想可以从我熊猫的元素来 作为我们的一个主体的形象 然后正好那个 这个Pan Daily这个域名就是 也被我注册下来了 周恒星在实践中发现 不同地区的读者对中国的关注点也存在差异 比如说像硅谷的他们的读者 可能就更关心中国的一些创业公司 还有一些AI公司 还有一些中概股公司 其他地方比如说像东南亚 印度他们可能关心一些 就是在他们当地有产品的一些公司 就比如说小米 OPPO一家这样的公司 像TikTok现在在海外也很受关注 因为他们在海外用户也是非常多的 结合曾经专访特斯拉CEO马斯克 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CEO阿尔特曼的经历 周恒星表示 这些硅谷科技领袖都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像硅谷的这些科技领袖 他们都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像马斯克他们十年前进入中国 然后一步步走到今天 我觉得如果没有中国市场 特别是没有像中国给他提供的供应链 还有上海工厂 还是不可能发展这么快的 阿尔特曼他就是之前有 在YC是一家硅谷的一家孵化器 还有专门建议一家在YC中国的一家企业 就专门就是可以培养一些中国的创业者 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位就是 一方面非常对中国市场的了解 另外就是对中国的创业者 就是也是一种非常尊敬的态度 周恒星致力于向海外讲述中国创新故事 打开潘地利网站就能看到一句标语 Everything about China's Innovation 关于中国创新的一切 他说这是公司从成立第一天起就确立的定位 我们一开始从成立第一天就是这个斯多根 我记得早期的时候就我们还受到很多的质疑 特别是我们在国外的同行 一些国外科技记者 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 就是说中国没有创新 一方面就是中国的确有很多创新 而且有源源不断的创新 我们就是坚持去报道 我觉得我们现在同行也基本上就认可了我们 包括我们读者也现在也非常接受我们这种方式 周恒星表示 希望通过好的内容和亲身体验 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创新 首先我觉得还是要做好的内容 然后可以让真正海外用户 从中获取一些有用的信息 单纯的信息的输入还是不够的 比如说可以真正来到中国 或者说真正用到中国的产品 我们会带一些海外的一些读者来中国考察 就比如说带他们参观一些国内的一些科技企业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 比如说在社交媒体上 也会就是把一些中国的产品 比如说寄给一些海外用户 然后可以让他们亲身体验到这些产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